開始進入學習期 那我跟各位很清楚的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這個團隊 一定要成為學習型的組織 一定要成為學習型的團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個團隊如果不成長進步 我請問各位 大家將來怎麼樣退休的時候 每個月 還是可以領那些你所希望的退休金呢 傳銷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不做的時候還是每個月領錢 皇后夫妻要一個月不做 甚至一年不做 他們每個月每年還是可以領這麼多的錢 他們都說千萬不能講知道嗎 那各位 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 當你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就要學習把自己傾銷出去 然後你學習要把健康傾銷出去 因為我們的產業是健康產業 然後呢 你要適度的再提升自己 把自己推薦出去 然後呢 你推薦身邊的人跟你來做這個事業 我跟各位講 你想想看我們在座的人 當初你還沒有來長新之前 其實 你並不知道你會來這個事業發展 包含我們的肯定皇冠對不對 真的啊 我們知道肯定皇冠是一個什麼 美術老師啊 對不對 那他在他 人生的那個決定性的一個什麼 關鍵階段 如果沒有當初這樣子的一個什麼過程 他怎麼能夠在十幾年 累積超過一億以上的收入啊 那你看 他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都知道他什麼 看起來 比他以前年輕的時候還什麼 剛吃長新的時候還年輕 有的是錢 然後住豪宅 開名車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說 要會去推薦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另外在這個部分呢 還有一個地方就是你要發展組織 各位你認真聽我講喔 不好意思 焦點再過來一下 如果你在長新 你只是會銷售 你只是會推薦 可是你不會去建立你的組織 那也沒有用 肯定皇冠他們夫妻 陳皇冠他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他們很希望他們將來可能三年五年之後 他們退休了 這個組織能夠獨立的運作 而且什麼 運作的非常什麼 非常的成功 那今天他們就必須要退休之前 去建立好他們組織整個運作的機制 那我們知道 不論是曹州 平南姐這邊 還是說蔡老師這邊 他們都很希望 建立我們現在組織整個的運作 各位認真聽呢 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喔 蔡老師為什麼每個禮拜 這麼用心的去錄音給你們 告訴你們怎麼樣 心態的建立 怎麼樣練名單 怎麼樣什麼暖身 有沒有 有沒有聽 只有他有聽你們 可能要打屁股喔 各位你聽我講齁 因為這些所有的專業 它都是要讓你一步一步走到什麼 這五大階段的 我希望各位能夠什麼 各位能夠在這過程當中 跟著我們一起學習 進步跟成長 除了在LINE上面可以學習之外 我們在公司也可以學習 在發貨中心也可以學習 我們讓我們的團隊組織 變得更強更大好不好 太好了 我太喜歡你們了齁 那心裡要個準備 各位認真聽齁 我們做傳銷齁 為什麼要準備這一個 因為我告訴各位齁 我們大家都是上下線的關係 是不是老闆跟員工的關係 不是 我們是合作夥伴的關係 可是因為每個人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什麼 工作的一個什麼 經驗 大家在這邊會不會有各自的想法 會 那怎麼辦 溝通 溝通啊 可是我發覺 如果大家沒有共識喔 大家不彼此尊重跟包容 會發生一個問題 我們大家會常常的衝突 會不會 會 會喔 包含我們今天辦個活動 也很多問題啊 我們今天要上個教育訓練 也很多問題 會不會 會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這個情況之下 一定要有這樣子的一個什麼 我覺得一個包容 一個尊重彼此 而且 今天在這個情況之下 各位 有一句話 文道有先後 樹葉有什麼 專攻後 來這個地方 隔壤如隔山 其實我還是覺得 要建議大家 還是要拼你的領袖 拼你的領導人 因為他們比較有經驗 他們會不會害你 不會 楊老師 如果說你的上線害你 他自己很高興嘛 回家 一直笑一直笑嗎 那你們兩個正亡了 他又少了一個夥伴 你覺得這樣他會開心嗎 絕對不是啊 他一定是 他幫助你們兩個成功 甚至你們做得越來越什麼 好 他就更成功 所以各位 上下線的關係 真的是很微妙微俏的 我希望我們這個團隊 是一個沒有衝突的團隊 好不好 好 尊重包容的團隊好不好 好 而且要有感恩的團隊好不好 好 真的喔 這個很重要喔 這個是我在我心中 我非常非常希望我們這個團隊 能夠做到的 這個團隊就會越強越大 那接下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這本書已經出來十幾年了 但這十幾年的過程當中 出了十幾本 他一直不斷的每年 這個作者一直在什麼 不斷的什麼 不是更新 他就是出新的書 新的書 新的書 這個作者叫羅伯特親奇 非常有名 叫熊爸爸不爸爸 有沒有聽過 有 他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怎麼樣 讓自己脫離 每天只為了什麼 生活 每天只花很多時間 只為了過生活 他希望你能夠讓錢為你生活 讓錢為你工作 希不希望 希望 很好 那他的這本書裡面叫做 父爸爸商學院 他特別有介紹 介紹說什麼 直銷企業 運量的無限的商機 各位你看一下 他這邊寫到 直銷企業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各位 我們大家其實沒有任何的年齡限制 沒有任何學歷的限制 其實我早期在做傳銷 很多 知識水準很低的人 不太讀 以前沒有什麼讀書的人 比較早一輩的人 其實他們在直銷都翻身了 賺很多的錢 所以這個是直銷的其中一個 第一個特色 第二個 我們不是每天努力 為金錢而工作 各位 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人兩腳錢幾腳 四腳 你有錢是很白有的 但是各位 你知道嗎 我們做傳銷之後 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好處就是 將來你們有被動收入 錢是每個月 就直接匯到你的戶頭裡面 第二個 如果各位你們有錢 比如說我舉例 像陳皇冠 他們夫妻 現在都已經有億萬身價的時候 他們可以讓錢再去投資 讓錢去幫他什麼 賺錢 讓他去滾錢 沒有錯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讓自己 讓金錢為我們工作 第三個 透過直銷的複製倍增 讓我們的企業 各位記住喔 我們每個人在藏心 每個人都是老闆喔 每個人都是自己事業的主人 那我們怎麼樣透過倍增複製 讓你的企業達到成功致富 聽聽看喔 陳皇冠 在藏心已經十幾年的時間了 各位 他們的夥伴 應該如果說以鑽石來說 也將近幾十個 三百個 那你聽聽看 這些鑽石都不是領他們的錢 領誰的錢 領藏心公司的錢 但是重點來了喔 這些黃冠 他底下的黃冠或鑽石 他們所做的業績 跟所產生的產值 都跟他們的收入有關係 各位 講得更直白一點 如果他們現在一個月領一百萬 他們百分之 九十幾%的錢 都是主持的錢 他們自己可能只有做 賺那幾萬塊的業績而已 陳皇冠你會換對不對 這是真的喔 這就是傳銷 我們講的倍增複製的魅力 所以我在今天的時間要告訴他 他們就是我們的標桿 也是我們的目標 做傳銷就是要做到這樣子 我明白告訴各位 江澤老師 他就是希望 他在將來 短短的一年的時間 他都沒有做 再藏心一個月可以領三十萬 給他掌聲鼓勵 如果他再努力兩年的時間 各位 他在藏心每個月可以領五十萬 再給他掌聲鼓勵 各位 如果在五年 搞不好三年到五年的時間 他每個月就領超過一百萬 就跟他們兩位夫妻一樣 那今天在這過程當中 他勢必要去 各位想想看喔 他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創造一個月幾十萬上百萬的收入 他縮短他的奮鬥時間 及早累積財富 這就是傳銷我們要做的 各位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再跟各位分享第二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這個地方 各位 我們知道很多的商業周刊 很多的所謂的什麼 商業雜誌 他告訴我們說什麼 他說 其實你要連新千萬 有一條捷徑 這個捷徑叫什麼捷徑 叫做直銷的捷徑 我不知道齁 各位清不清楚 其實很簡單 其實直銷它只是在做一件事情 打一下這邊 直銷只是在 我們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我去建立我的平台跟通路 而他只要你用對方法 你大概努力兩到三年的時間 有些人比較還蠻 有些人速度比較慢 用三到五年的時間 你就可以年薪千萬了 我確定一下齁 Kandy 黃冠 如果我記得沒有錯 我聽過 對不對 那各位 你要不要嗎 要 還是你不要 不要的話 配實在在打他牽 裝備起來 把自己的專業能力提升起來 像蔡老師常常跟我溝通 他覺得他做美容 做了那麼久的時間 美容好專業喔 又是老師又是裁判 但是呢 他會覺得健康產業 他好像比較沒有辦法 這麼快能夠上手 這麼快具備專業 可是我告訴他 不要擔心 不怕慢 就怕什麼 原地在 只要你願意 我們就把所有 該讓你具備的專業 所有該具備的能力 我們都讓你最快的時間具備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像我們肯定王冠也是一樣 他也是在最短的時間 把所有健康 把所有什麼 營養 把所有所謂的什麼 這個行業需要具備的專業 他把它學起來了 對不對 我相信你那時候 那麼用心的時候 連穿王冠都很佩服你 沒有錯 都會穿王冠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 告訴各位 各位要做幾個動作喔 第一個 你要有一個格局 好 你的格局越大 你的成就又越大 你將來要賺多少錢 你現在的格局 就看你的 如果說你是 超長 哇 那個 賺沒有什麼錢 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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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如果你的格局很大 你的緣集很大 你的所謂的什麼 將來的什麼 目標很大 你就會賺很多錢 然後你格局 完了之後 你就要去佈局 佈局完了之後 就看你的接下來的結局 所以創業有幾個態度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一定要跟各位溝通 因為我要跟各位 分享一點 李黃冠 你當初來長新有收入嗎 有底薪嗎 沒有 當然沒有啊 聽說你以前是美工 對不起 你以前是美術老師對不對 對 你美術老師的工作資料 你才來做長新對不對 我美術老師十三年以後 遇到長新 然後呢 就是兼拆美術做長新 然後三年後 就是我第十六年以後 我的收入實在是有點超過 我的美術班 你就把它美術辭掉了嗎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沒有時間 照顧我的美術班 我知道 所以各位 你聽我講齁 我知道在座很多潮州 或是說 我們元氣的夥伴 其實你們都有自己的工作 但是 你們的工作 如果你們現在在長新的收入 已經高過你 現在的工作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給放掉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的工作 你沒辦法在一天工作 十六個小時 二十四個小時 然後讓你的收入增加 那很可憐 不可憐 但是你在長新 你的收入是可以倍增成長的 雖然沒有底薪 雖然一開始會不會不穩定 會 會啊 但是你不要怕啊 因為你會看到 你將來會領到幾十萬 甚至上百萬的收入 所以你在這過程當中 你在投資你的時間 其實我覺得觀念就是你在投資你的金錢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夥伴講 做長新齁 我們繳了多少錢來加入長新啊 八百萬對不對 欸你們怎麼忽然都傻眼了 繳八百塊對不對 對 那你們都會覺得只花八百塊 所以沒有做起來都沒關係 反正我可以吃 還可以當消費者 各位 你跟人家借了八百萬 你整個家族去拿了八百萬 賣房子賣土地 來做長新 你會不會做起來 會 為什麼 做生意會不會忍受一段時間的虧損啊 一定會 來我問一下蔡老師 蔡老師 你這家店我超喜歡的 兩個店面 這裡面跟迷宮一樣 哪個房間 我可以在尊榮室這邊導一下 做一下你們的什麼 SPA 我也可以在健康室 我也可以在享受室 各位你聽我腳開做研盤 各位我一直在打廣告齁 我的重點來了 你當初在剛開這家店的時候 有沒有一段時間的虧損 有 怎麼可能沒有啊 但是當虧損已經轉虧為贏的時候 就開始一直獲利了 你是不是也賺了十幾年 對啊 對啊 真的嗎 所以各位 我要告訴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格局 一定要有創業的心態 我還是跟楊老師跟施藏講 雖然你們今年都七十幾 甚至接近八十歲的 誰說七八十四人不能創業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以啊 他們這個年紀很多人去加盟欸 有沒有 有 有啊 加盟7 拿加盟什麼的 真的有 因為他們不甘什麼 不甘年紀這麼 覺得說 唉這個年紀就要每天在家裡 做吃什麼 三空 唉你不要這樣子講喔 那什麼講的 這是他講的不是我講的 做吃三空喔 要不要有格局 要 要有什麼 布局 各位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在布局 接下來就迎向美好的 結局 那我們最後的時間齁 資金也好 經驗也好 時間也好 就好像投資7-11一樣齁 各位 知不知道7-11第幾年才獲利 不知道 七年 他整整虧了七年 第八年的時間他才開始什麼 轉虧為贏 結果 7-11現在 是統一最大的經濟母 各位 真的真的 這個統一企業 是他最賺錢的一個什麼 企業 他才能夠集團化 才能夠在台灣 現在這麼的賺錢 所以各位 我告訴常新 所有的家人們 其實我們不需要準備什麼資金 那你們在這邊的經驗 我們都可以提供給你們 你們只要付出你們的時間就好 那接下來的時間 想跟你們分享一下齁 你們要有什麼樣的準備 其實我很怕你們在心態上面 也就 Gleich會